1比2不敌你来,罗马在新赛季的开局已经糟糕到不能再糟糕了,三轮过后仅四分,唯一的胜场还是靠着绝杀才拿下比赛。 新赛季摩拳擦掌想要大概一般的红狼主帅迪弗朗希斯科现在只能抚摸自己骨折的杀手无奈叹息了,而这一切都源自于管理层的无力投操作。 他们既送走麦英格兰后,在转回窗椅关闭无法补强之时,又将另一名中场大将斯特罗马送去了马赛。 罗马刚曾任性送走两名中场导致的问题,在上一场与亚特兰大的比赛中,就已经展现了淋漓尽致。 即使对手亚特兰大派出的是以替补球员为主的轮换阵容,一笑损失两名核心的罗马在中场争夺中,也全面的落入下风,纵使35岁的队长德罗希已经奔跑全场。 但小佩莱格林与克里斯坦克的拙劣表现,证明了他们暂时还没能完成融入罗马的体系。 所以此番前往圣西罗挑战米兰,迪弗朗希斯科也是排出了一趟极具针对性的阵容。 三名中卫身前,恩宗奇与德罗希两位大仗,成为球队第一道平仗,球队针对性不回收完守等待反击,利用帕斯托雷、科拉罗夫、卡尔斯多普三人的能力进行反击。 而丰信西克与哲科两名高中锋则刺激而动,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鼓掌。 继承一场比赛中屁股出场30分钟就出现体能枯竭,导致球队完全脱节后,恩宗奇本场再一次的证明了他自己确实难以独当一面。 作为球队的防守型中场,恩宗奇本场比赛仅有一次解为一次拦截,同时糟糕的运动能力,也让他成为了米兰选场紧逼的重点照顾对象。 苦特罗内的绝杀就源自于这名世界杯冠军中场处理球的脱胎被断,由于德罗西也难以承担过重的跑动任务。 这也意味着罗马两名中场都是断坑型球员,不能承担持球推进的重担,而球队持球点帕斯托雷在米兰的针对性,防守下也显得非常无所适从,所以罗马想要在米兰的高位逼抢中将球推进过半场,都是非常困难的。 独使哲克与希克两人在为数不多的机会中都打出了精彩的配合形成了威胁,可是大跑也需要带要,缺乏支援的两人加起来,才完成了四脚攻门。 还不如对面衣冠阴一人多,有运动能力,具备持球推进能力,拥有这两个特点的球员是谁呢? 没错,就是离队的内因格兰与瑟克罗曼,即使根据数据显示,两人的身体素质都有不同程度的消滑,但两人的技术特点仍然是球队不可替代的。 球队即使要放走他们,也要找好替代人选才行,现在两人已离队,加上乔里奇等年轻人还是成长,克里斯坦特的心源仍要磨合。 迪弗朗希斯科看着手上庞大的替补阵容,竟然占找不出一人可待此重责,也难怪他只能在赛后接受采访时到发牢骚了。 实际上,米兰的中场绝对称不上市顶级。 比格利亚这一次实在过往的一个赛季已经明明白白的告诉了全世界,但是面对这样的中场,罗马都未能维持军事,甚至取得上风,这不仅要求迷茫非常担心红狼军团这个赛季的前景。 要知道,除了日渐激烈的一架联赛,他们本赛季在欧冠小组赛除了面对黄马,还要远征俄罗斯,面对主场罗莫斯科中央陆军,杰克冠军比尔森胜利可能是于南,但罗马真的能轻松跨过吗? 上赛季的欧冠四强,在获得不错的分组后,如果未能成功出现,那么球队管理层真的一定要好好思考,他们备战期工作,到底够不够班了?